D欄貼到1欄 然後再 因為這個亂數有沒有 它只要重整一下 它又跑掉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按照D欄去做判斷 我們是貼過來 這個是選擇性貼上有沒有 利用它來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就是查詢 那要查什麼呢 最大的八十個 八十個就是我們要出題的那幾題 那找到那八十題之後呢 我們要把八十題貼到哪裡呢 貼到test這個頁面 並且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完之後的話 就會有八十題的題目在這裡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做答了 比如說像這邊這一題 這一題我給它一個答案 答案是多少呢 隨便打一個好了 答案1 那這個是什麼呢 Linux 作業系統 文字模式下 應該可以用哪一個呢 文字模式下 隨便選一個好了 Linux 檔案系統 好 那如果說我這邊隨便 不能沒有5了 不會連猜都猜錯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啦 那隨便 Key個幾個數字好了 那最後當然需要做什麼呢 做一個評分 給它自動增號 給它 自動會增號 好 全部都猜2好了 全部都猜2呢 會有幾分呢 那這邊有個評分按鈕對不對 按下去以後 馬上就幫你評分的 評分之後的話呢 ㄟ 21.25 這樣感覺好像猜的不太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隨便猜應該有四分之一的 這個分數嘛 25分 好 那再來出題 對 谢谢观看